我叫欧德云 现在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金融硕士研究生 也是一名党员 现在是早上八点半 是准备去参加彭华基金的面试 有一丝紧张 这应该是我三四个月以来第一次参加面试 我们现在也就进去吧 不怎么样 因为我是觉得不怎么样 是认为自己有两方面不足 第一是表达能力方面 就可能经验还是不足 很多时候说话不够经验 那么第二个确实工作经验也不足 写的报告或者说做的研究深度不够 所以横向来对比 在这么多优秀的人里面对比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 这是我今天便是比较直观的感受 很多学生都是比较优秀的 尤其是很多如果是专硕的话 他们从头到尾都是想着从事这个行业做职业 所以他们准备会非常的充分 不如他们我也认了 我这个专业其实学的就是两大类内容 一个是跟经济相关的 像宏观经济这种 另外一个就是细分领域 就是金融里面的一些像数字金融 金融风险等等 那么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数字金融 金融风险还有土地财政这三个 我的导师是黄一平老师 那么我平时会去参加组会 那么在组会上面我们会进行一些论文的交流 想法交流等等 反正我是觉得金融学这个 或者说经济学金融学 这个学科是非常有趣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去理解 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 它是相对来说 是个比较贴近实际的学科 她是我女朋友 然后她叫陈雨昕 我也是党员 我是在本科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后现在的话也是在这个团支部担任组织委员 然后在就是协助这个党团支部 去发展一些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 其实我们两个平时 因为像是研究生在上课之余 也会参加一些实习活动 参加一些这种课外活动 一方面就是去这些机构里面 就是学习东西增进知识 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生活费 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责任心 上进心和同理心的一个男生 我印象很深刻 我在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当时在做这个地摊经济调查 去看一下这些商户他们的一个经营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其实就是特别就是同情这一些 就是可能近况不是很好的人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 然后能够去设身处地的去感同身受的去看别人的状态和感受的人 对于我个人来说入党其实是可以使得我在犹豫纠结的时候 给我一剂强心剂 所以我是希望入党成为党员之后 这个身份能够鞭策着我始终牢记要做一个好人 如果说是比较强烈的这种感觉的话 可能是在去年疫情期间 然后很多地方都封城了 有一个高中的师妹和我说 学长我们在外国可以联系到一些医护用具的购买的渠道 然后看一下我有没有对接的方法 对接前线的医院 然后我后来就想 那如果有渠道 为什么不直接弄一个大一点的募捐 大批量把这个医护用具给采购回来呢 我是学金融的 我应该发挥自己特长 应该多去进行一些协调的工作 一些信息的收集 还有传递的工作 所以后面我就是向很多相关领域的校友 去征询他们的一些建议 最终是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校友 这个筹备小组变得越来越庞大 在立项之后的第三周就开始募捐了 那么最终我们是募到了150万左右 是购买了很多的口罩 还有防护衣 还有消毒水等等 是捐去了两个方向 一个是当时广东的医院 去支援武汉前线的那些医疗队 另外一个就是武汉当地的医院 所以我觉得整个募捐的过程 我所承担的角色可能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到 自己作为一个党员是有所贡献的 北大是我们中国近代 或者说我们党近代发展的一个发源地之一 很多是潜移默化 就会发现身边的老师和同学 都是有家国情怀的人 所以我觉得除了知识上面的一个灌输 还有这个心态上或者说自己的理想也好 未来的想法也好 也是会希望能够跟着党和人民走 就是能为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